那核心力量呢 几乎是所有运动的最根本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就要来教大家拉长上肢的上肢伸展运动 因为现在在办公室的人呢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体态上的问题 就是上交叉症候群 因为前胸跟后脖子紧 所以会造成圆肩跟驼背 然后甚至是你的肩颈呢 会觉得非常的酸痛 练出这个自然肌肉 它其实是顺着这个肌肉的纹理 在做健康的强化 会让紧的地方放松 没有力的地方呢会加强力量 还有拉长你的上半身的线条 而且习惯了以后 日常生活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是在练肌肉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一定要在特定的时间上健身房去运动 而是时时刻刻都在练我们的肌肉 这个上肢的伸拉运动呢 它非常适合早上起床 或者是下午办公室久坐 你想要舒展肩骨来使用 然后跑小日本人 猪球 我们家转散 vontade 想要在 теп水上 我们再来讲